海贼房912话 陆飞将四黄海多手下打飞 间接救下了被抓的小玉 小玉为了报答陆飞将他带回家中 并把仅有的一点米饭给了陆飞 自己却偷偷跑到河边 喝了被污染的水 小玉的师父天狗赶来 看到这一幕后很生气 竟然朝陆飞拔刀了 不过在得知陆飞是小玉的救命恩人之后 天狗对陆飞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和《之国》片中刚刚出现的这个天狗 原型应该是日本的妖怪大天狗 而且不光外形长得像 连实力都继承了妖怪大天狗 最少有两个细节能够证明 天狗的实力很强 甚至不亚于光月御天 分别是哪两个细节呢 一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 堪侍郎看到乌索普 下意识地喊出了天狗大人 乌索普和小玉的师父长得的确很像 被人认错也不奇怪 陆飞刚看到天狗的时候 还把他错认成乌索普了呢 这里让人不解的是 堪侍郎喊天狗尊敬的各侠 警卫们和堪侍郎身为光月家族的高级武士 他们都要成为尊敬的各侠 天狗的官衔看来挺高 在和之国这个以实力说话的国度 天狗的实力高低一下就看出来了 那天狗看到陆飞吃了小玉的食物之后 大发雷霆 当着陆飞的面拔刀 释放出斩机 这个时候的陆飞不是很轻易地躲开 而是很狼狈地从高处滚了下来 陆飞现在可是武皇 把陶二打败的男人 强横的剑文色 也不允许陆飞犯这样的错误 海贼王912话 不管是看师郎认错人 喊出尊敬的天狗阁下 还是陆飞被斩机从高处劈下来 都能反映出天狗的实力很强 或许陆飞这次因获得府 虽然与伙伴们分开了 但是一不小心认识了一个厉害的人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准备了一个厉害的人物 那么多点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